幾天前有網友留言給小弟問小弟為何當年1989年時北京會死亡? 其實這個問題小弟已經用文字上回答了網友 但小弟很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因為當年在北京發生的是一場切切實實的暴亂 而且這場暴亂完全是有人在後面計劃的 其實來到這裡小弟很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小弟剛剛看到的 這篇文章寫的這位是Larry Mitacci 他是一個網站叫fridayeveryday.com的編輯 這個網站的名字相信大家一看到都會很開心 小弟也很開心 每天都是星期五 多開心 其實這個本身是一個住在香港的朋友 而且這位先生這個網站 其實是用來報告一些亞洲新聞 但還不是由西方人的角度 而是將事實上的真相報出來 西方人會怎樣報道 香港的黑暴 將香港的暴亂 美化成一場和平示威 但是如果他們一報到自己內部的和平示威 又全部變成暴亂 其實這件事我相信今時今日 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必須看清這些媒體的真相才對 其實小弟看這篇文章就是在今年的6月4日發出來的 他就有提到兩個字叫Psy Ops 這個就是Psycological Operations 即是心理戰 其實心理戰在美國來說 已經是一個長期打緊的戰爭 而美國 大家也很清楚 美國就是在很多國家 顏色革命的背後的黑手 其實他們怎樣導致這些革命的出現 完全都是用這些心理戰爭的範疇 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詳細看一看 所以小弟也會和大家講得很詳細 如果大家想看原文的話 一如以往小弟會把這段影片 所有在線上的資訊都會並列在小弟這段影片的描述中 大家記緊就可以自己檢查一下 全部都是有根有據的 其實他一開始就已經提到 所謂天安門的屠殺 其實已經知道是一向都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就是西方媒體一開始 在1989年已經開始傳出來的 就是有大屠殺 第二個版本就是 根本天安門廣場是沒有人死過的 但是在北京其他地方 是有死了大概300人 但是大部分其實做不是學生 而是士兵 那其實這裡 到底兩者是誰是真相呢 這位作者他們都非常坦誠地說 其實他一直都以為第一個是真相 所以他也去了每年去維園去足30年才發覺它是一個謊 小弟也去了好幾年才發覺這是一個謊 不過小弟慶幸 小弟醒得比他早一點 但是他就把所有資料都全部整合過來 那其實他這裡就是提到甚至連維基百科 現在都承認了第二個 就是說天安門根本沒有死人 整個北京的暴亂死了大概300個人 大部分都是士兵 這個真相在維基百科上面都已經是有的了 那他有提到就是有35點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其實他寫這篇文章最主要就是探討一下究竟主流媒體是怎樣欺騙 一般人欺騙了那麼久 以及為什麼主流媒體會繼續延續這個謊 他其中有提到一個叫Ghost in the Machine 即是在機器裏面的鬼魂 這個很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到最後的時候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裡就逐一開始說 1988年的時候在中國開了一個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由一個叫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即是我們簡稱的ENED 大家聽到這個就知道這個NED是一個所謂的非政府組織 但是它完全是由政府給錢和成立的 它最主要就是在美國本土以外的地方 代替美國的一個部門去執行他們 不見得光的任務 那個部門做是CIA中情局 這個NED其實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裡 都看到有它的蹤影 包括在香港的黑暴事件 其實在1988年的時候 我們根本還不知道它是一個CIA背後 再做出來的一個鋪面的組織 但是事實上經過這麼久以來 我們對這件事情是越來越清楚 也知道它其實在每一個國家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支持一些反對政府的人 然後利用他們去拆反 推翻政府 建立一個親他們的政權 這個其實已經是大家知道的事實 所以小弟就在這裡不說這麼多了 第二點就是 在接下來幾個月 CIA就幫助了中國的那些學生們 就是幫助他們進行反政府的活動 甚至是提供打字機、傳真機 以及其他的儀器 去幫助他們傳播信息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Colonel Robert Helfie 這個其實在五角大樓30年的人 他其實最主要是負責在亞洲的拆亂活動 他當年在香港是培訓了一些學生 怎樣去用他們的技巧去做一個大型的示威活動 其實這個為什麼會知道有一個人牽涉在內 就是因為一份學術的文章 這份學術的文章是在印度 他的Florian Intelligence Agency的總監 他的情報部門的總監 寫出來的一份學術的文章提到這件事 然後在1989年4月份的時候 在中國、在北京就發生了這一宗示威的事件 但是要留意的 其實這個示威一開始 其實是希望社會主義走得更徹底 不要有貪污、不要有不平等 那就是要求社會主義 比如從來都沒有牽涉過任何什麼民主、自由 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後來會變成這樣? 其實是有理由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西方來說 他們做這些深戰 他們會怎樣做呢? 第一就是找到本地人不滿的地方 小弟不妨拿到2019年來做一個舉例 2019年發生的事件 我們看到香港有部分人對香港 將會有一個修例的政策 那樣就不滿 然後他們就找了這些人出來 然後就將他重新塑造成為一些要求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的口號 將他套進去 當年2019是否這樣發生? 如果大家還記得 就會知道這位先生 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是絕對沒有錯的 就是負負責將那些人混出混入 就是偷偷地把那些人偷運 就像剛才所說的 就是他們會做一個偷換概念 就是將一個字 民主 尤其是英文的 偷偷地加進他們的環額上 然後就要求他們把口號加上 需要自由 從那一刻開始 其實整個運動就已經開始變了質 我們看到當時的相片 可以看到 竟然英文是大大隻字 基本上佔的蝙蝠更多於中文 這是一個中國發生的示威活動 是不是非常不尋常? 但是很遺憾 當年我們所有人的眼睛都蒙蔽了 而且第七件事 就是他們要求那些示威者製造一個神像 這就是後來大家知道的自由女神像 其實自由女神像 他們本身是要求他做到 像自由神像一樣的樣子 但是我們看到 最後他們是做了一個什麼樣子? 他們是做了一個 社會主義出名的雕塑外形 基本上是很像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示威者 其實他們的傾向是社會主義 還是資本主義 還是自由民主國家 其實大家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1989年5月28日 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飛了去北京 這個人叫Jean Sharp 然後他帶了他的助手一起過去 說要幫他們和平抗爭 在這裡找到這篇文章 就是有提到這個人自己寫的 其實這個人是什麼人?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看 其實小弟都找到同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是一模一樣的 同一篇文章 其實是一個叫做 這篇文章 是在這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 是在這篇文章 挑撥起一些人 去反對他們的政府 然後教他們用一些 所謂和平示威的方法 其實這個人當時走去北京 絕對不是旅遊 所以原來他5月28日 走過去 6月6日才走 其實這樣 就是說整段時間 最主要事情發生 完全是他在北京時候 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他到底在那裡做了什麼 他現在就不會走來告訴我們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再跟我們說 但是我們相信 他當時跟整個形勢 急轉直下 是非常之有關係的 然後當5月份 大約6月份的時候 其實美國一邊就看到 整個氣氛好像緩和了 所以當時他們 也是要想一些事情 來帶動氣氛 在這裏就柴玲出場了 柴玲當時給了他的演講出來 相信大家都記得 他提醒到 有可能會有一個屠殺 甚至當時已經把他的劇本說出來 就是說在天安門廣場裡 血流到好像河一樣 即是血流成河這句成語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他提醒到他自己 根本沒有想著留在中國 想著移民去美國 為什麼他有時候會這樣說呢 但是事實上 當時我們不明白的一件事 現在終於完全明白了 因為這班人 當時美國已經支持他們的情況下 已經答應了他們提供美國護照 以及CIA會保護他們 離開中國 甚至在美國可以入到頂尖的大學 這些全部都是有真憑實據的 我們看看柴玲 這是維基百科的柴玲的資訊 我們看看他在天安門廣場之後 他去了哪裏 他通過一個叫做 China Initiative Program 進了Princeton Princeton大學 是多少學子 他們期待的大學 其實我們如果看看他後來的自傳 Heart for Freedom 我們裏面也有提到他自己提到這件事 他說他去了Princeton 也是這個叫做 China Initiative Program 邀請他 這個人說 有一個人叫John Elliott 其中也提到一位著名的學者 余英時先生 但是整件事其實是John Elliott 搞出來的 甚至連他的名字也算錯了 是E-L-I-O-T-T 他說這樣的做法 這個China Initiative Program 其實就是提供一些獎學生 給一些叫做學生的難民 讓他們留下 我們看到 這個叫做John Elliott 這個人 E-L-L-I-O-T-T 其實他為什麼會和余英時先生 拉上關係呢 因為他來愛好中國文化 但他愛好中國文化之餘 他也要做一些事情來破壞中國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China Initiative 很有趣 這個是完全在英文版上絕跡的 維基百科裡面 只是看到有中文版的出現 為什麼呢 這件事小弟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 在普林斯頓大學 即Princeton 東亞學系成立的組織 接納因六四事件 流亡可憂的知識分子和學生 其實我們再看看 其實Princeton 他本身的校報 也有提及這件事 不過是很久之前 他說1989年 就是成立了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這個組織 然後就容許Princeton 作為一個暫時收容 二十六個八九民運事件的難民 其實如果我們對照 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的事情 到底這個是因為有人 好心要收容難民 還是CIA在背後策劃的呢 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 而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們看看Princeton 的China Initiative 這個機構 其實他就說是一個校友 叫John B.E.Elliot 我們剛才見過他的名字 就是說他捐贈 然後成立的 但是跟著下去 他們的贊助者是誰呢? 他們的贊助者就是 剛剛提過的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就是NED 就是CIA的外殼 其實一直是他們 一直在支持這個組織的活動 這個組織是誰搞出來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其實這幫人 當時很明顯是出賣了自己的祖國 然後拿了美國的護照 然後去美國那邊 過他們想過的人生 但是他們的罪 相信會生生世世 寫在自己的紀錄 和家族紀錄上面 其實在這裏 小弟難免想回 2019年香港的事件 我們知道也有些人出賣了香港 然後就得到他想過的富裕的生活 這是哪個小弟 不用說了 大家知道是何童 和他身邊的一眾人物 他們又用什麼東西 又收了什麼東西 而賣了香港 這個真的留在將來歷史 幫我們探究清楚了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看到 第十點 就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 當時就算有人背叛了祖國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人民和政府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當時的示威者 也有跟士兵軍隊分享食物 甚至一起唱歌 這些其實當時在新聞報道中 全部都說得很清楚 但是最終為什麼會演變成暴力呢 就是因為有一堆來歷不明的暴徒 有些是少做族裔的 結果在穆西地裡 就演變成為一個衝突 這個衝突裡面 有巴士被燒 也有士兵被打到被山山打死 所以如果說有屠殺 是有的 但是這個屠殺 不是在天安門 也不是學生被屠殺 反而是我們的士兵們被屠殺 但是西方媒體當然不會報這件事 其實整件事 在當年在北京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有兩個很大的證據 稍後都會說到 但是大家也可以找回 小弟這一條是在兩年前 分享出來的一條片 就是31年前北京發生了什麼事 小弟在維基解密裡找到一些重要資料 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回這條片來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天安門廣場那裡看 其實在6月4日凌晨的時候 已經有士兵要求學生去疏散 但是當時的學生領袖 當時的學生領袖也跟學生談過 說沒問題 其實大部分人都願意離開 所以最後全部都撤退了 而且當時的撤退是完全和平的 但是當時在天安門廣場外 又有暴亂的發生 導致又有士兵死亡 這是根據美國的外交部 有一份解密組的報告 得出這個資料 而且還有一個學生的示威者 這也是這篇文章的作者的一位朋友 看到有人喪失了他的生命 看到有人死亡 但是這全部是在天安門廣場外 在天安門廣場裡 其實唯一一聲的槍響 就是用來令大家縮靜 基本上是沒有人被殺 也沒有其他人開過槍 但是為什麼外國媒體 一直會這樣說呢 這就是疑點開始出現的地方 第十四點 就是有BBC的記者 就說他從北京酒店裡 可以清清楚楚 看到在天安門廣場裡 有士兵對著學生開槍 還有他真的看到有士兵 當時是屠殺學生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去過北京就知道 北京的大部分酒店 現在不知道 小弟去北京 都是20年前 但是小弟去北京的時候 已經清楚知道 當年的北京 沒有一間酒店 是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裡 是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1989年 會有一個BBC的記者 說他在酒店裡 是可以看到廣場裡 有人射殺學生 這絕對是違反 這個物理的規條 因為光線是不會扭曲的 這件事情 或者是他當時 用意念去思想出來 然後很奇怪 然後幾天 或者幾個小時 甚至幾天之後 就有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 開始流傳 就是說 天安門廣場有屠殺 有機關槍掃射學生 然後學生 甚至用堆土機 將他們堆在一起 諸如此類 然後被人用噴火器 去燒 然後見到澳洲的大使館 也有差不多的資訊 就是這樣流傳出來 但是當時這群人 是不是在英國門廣場裡 不是的 但是他們坐在他們的酒店裡 或者他們根本 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 就將這些消息 一直一直傳過去 沒有人想過這些消息 是真的還是假的 而當時也有一個資訊 流傳出來 就是說最少有1萬人被殺 那麼這個匿名的資訊 也是送去當時香港的《文匯報》 而且在北京 我們看到有一個吳爾開希 就是說當時他確認這個故事是真的 因為他自己親眼目睹 那其實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因為我們看到有這麼多消息流傳 但是有一些在廣場裡 當時在現場的一些獨立記者 其實他們說從來沒有看過任何這類事情發生 那而且呢 而且也有很多記者 有名有姓的 例如J.Matthew 他說當時有些人在街上死亡 但是在廣場裡 是完全沒有人死過的 這個其實也在不同的報刊裡 陸續續有真相這樣傳出來 包括CBS新聞裡面 2009年也有這麼說 也有提到紐約時報的記者 Nikolas Kristoff 他雖然經常批評我們去中國 但是他也說明 在天安門廣場是沒有屠殺的 但是在其他地方有死亡過案 然後2009年 James Miles 他是一個北京的BBC的記者 他也說到 承認了他自己傳播了一些錯誤的訊息 也確認了當年天安門廣場 是完全沒有屠殺的 路透社也是一樣的 甚至那些學生 後來也踢爆了這件事 剛才說到說 吳以開希說他自己目睹屠殺 其實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吳以開希 其實一早已經離開了天安門廣場 他有什麼可能目睹屠殺呢 其實這個謊言 相信已經是最好的證據 證明當時是完全沒有這件事發生過的 還有我們現在經過了2019年的黑暴事件 我們當然知道他們在玩什麼把戲 但是當時除了這些記者之外 其實當時西班牙有個媒體 當時是在現場 而且錄影了整個撤退過程 這一段影片 小弟在小弟的分享裡面 有跟大家提及過 其實當年香港的亞洲電視 也有買過版權回來播 所以後來西班牙的大使 他是覺得非常不高興 就是說為什麼明明真相是這樣 他們直接把這段影片拍賣下來 但是那些人竟然是傳另外一件事 而他們的消息是被掩蓋下來的 而事實上 當時過了幾天之後 大部分政府都已經知道 天安門廣場的屠殺 其實是一個謊言 包括我們在這裡看到 澳洲前大使館的工作人員 Professor Richard Whittby 都在ABC新聞上 說過給記者知道 而且小弟在之前這段影片 有跟大家分享 維基解密的訊息 其實這裡在第26點都有提過 這個維基解密 洩漏出來的訊息 就在2011年 post出來 就是當時一個智利的大使 他寫給美國的大使館的報告 當時是完全沒有發生過 廣場裡面是完全沒有發生過 開槍的事件 所以有很多人 有很多政府人員 後期他們 當然除了美國那些外 美國根本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其他國家 包括澳洲 後期他們都很懷疑 天安門廣場 只不過是一個作出來的故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政府大部分都知道 但是結果我們看到 媒體一直在抹黑這件事 媒體一直在吹噓 甚至到現在都仍然是一樣 也仍然有媒體在說 我們當年我們國家殺了一萬個學生 但是在第31點提到一件事 也挺有趣的 一個叫做六四死爛者的網絡 June4 Victims Network 他就說 要去找回這一萬人 到底是什麼人 結果他找了十年 十年時間的辛苦去找資料 你猜他是找到多少人的資料出來 如果真的死了一萬人 是否起碼也找回八千 八千沒有六千 六千沒有五千 他們只找到一百五十五個人名 即是 其實這跟我們香港 2019年發生的太子站的死人事件 是不是一模一樣 只虛烏有 沒有人死 硬側人死 結果連名字 什麼都找不到 他身邊 竟然這群人全部都沒有親親朋友 沒有人發現身邊少了一個人 這是一個什麼現象 小弟唯有說 這是一個謊言現象 其實我們也看到2017年 甚至在英國政府 他們已經解密了一些文件 有說到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假的 因為他們說 有一百個市民死的這件事 其實本身已經是假的 已經承認了一些解密的文件 已經說了這件事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媒體 一直都沒有解釋 一直都沒有反口 一直都繼續在吹這個謊言 到底他們為了什麼呢 而且我們看到 甚至這個謊言 越吹越大 也走進去百科傳書裡面 2001年的百科傳書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針對我們中國 自從中國開始發展以來 我們真的看到 針對我們中國 所做的事情很多 而且我們看到 西方媒體 似乎全部都是統一陣線 來對付中國 背後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情報機關 剛才說到NED 當然是背後的CIA 英國的MI6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繼續在吹 針對中國的謊言 其實我們在這裡 真的很值得 作者跟我們分享了 有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 叫《Ghost in the Machine》 其實這段影片 是來自美國軍部 用來招聘的影片 這段影片 是今年才推出的 裡面就是 說到他們如何 在國際之間 製造一些虛假的消息 他也是在找人 去做這件事 但是他裡面 很不小心 洩漏了一些真實的資料 我們看到 《Ghost in the Machine》 也就是說 《深戰組》裡面 第四組 他就說 《All the World is a Stage》 他裡面寫得很清楚 全世界都是一個舞台 參與我們 我們看看 他中間說了什麼 這句話 應該盡量開大聲給大家聽 大家聽不聽到嗎? 就是他說 全世界都在想著 為何中國的一場和平示威 最終會變成一個 血流成河的慘劇 在他們口中 他就說得很清楚 在影片裡面也說了 你有沒有想過 誰背後拉繩 你可以在各黑影裡找到我們 其實我們由這段影片 已經可以看到他們間接承認了 整個謊言是他們編輯出來 也是他們在背後 一直鼓吹這個謊言 繼續傳下去 其實可以說 全世界都不安全 因為很簡單 NED、CIA 包括英國的MI6 其實他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搞亂全世界 去維持他們的霸權 他們做過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回《環球時報》 在2022年5月8日 有一篇文章 很清楚把NED 背後統籌的大部分事件 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他控制了什麼呢? 這裡說到2000年的時候 也沒有提到89年的時間 2000年的時候 他們支持塞爾維亞的天鵝勇革命 然後 這個格魯吉亞 2003年的玫瑰革命 其實可以說真的慶祝難說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上去這裡看 其實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到今時今日 西方媒體操控這些虛假新聞 以及虛假的歷史 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但是其他國家我們無法理會 但事實上 我們看到現在的製造假歷史 仍然是繼續進行著 我們有89年的事件 我們有2019年的黑暴事件 那些人仍然是很努力 在製造假歷史 繼續去荼毒下一代 以及荼毒一些西方 不知道真相的人 我們看到有新疆的事件 一直被西方媒體 又是一個謊話 接一個謊話 他們仍然是在散播虛假消息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作為香港人 小弟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就是要將真實的故事 真實的歷史 一直傳下去 這件事當然應該由政府帶頭 也希望政府可以 鼓勵多些社會人士 廣泛地在社會和學校中 宣揚真實的歷史 這是必須要做的 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要通過 一直說出真相 踢爆西方那些造謠的媒體 他們說的謊話 例如如果他們說 我們新疆的情況 怎樣怎樣 我們就應該拿回新疆的真相出來 展現給我們身邊的朋友 和外國的朋友看到 我們國家發生的事 而不是他們媒體所說的 而只有一路通過這些方法 去插破媒體說的謊話 我們才可以把他們的真面目 攤在世人面前 讓他們看到和削弱 和打破他們公信力的危險 只有這樣 我們才可以長遠保護到自己的國民 和我們的國家 繼續和平發展下去 這兩件事 小弟希望每一位朋友 都可以把這件事 傳出去 說到真相給人知道 和讓別人不要再興奮西方 這班所謂主流的媒體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同一個口吻 一直造謠抹黑我們的國家 好 小弟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 和將它分享出去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遇到這個頻道 請馬上訂閱 和記得按一下小鈴 大家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分析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